- 环球老报道,随着沙特阿拉伯,同意以100亿美元的投资加入至中国到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C项目,这个项目将得到大力推动。 巴基斯坦日报,9月20日,披露了这则消息,报道着,随着沙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意义由官方伊斯兰堡和北京全加快努力,尽快完成CPC项目。 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中央副秘书长乌斯曼达尔20日,也在推特上确认了这一消息称,该国总理伊姆兰汉领导的政府,已经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100亿美元的协议。 报道着,沙特阿拉伯将把位约比路之省,西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加达尔港变成一个石油城市。 另据美媒消息,巴基斯坦新闻部长巴瓦德·乔杜里,在新闻发布会上册,伊姆兰汉总理与沙特领导人在本周正式访问,利亚德时的频繁会见,带来了这项里程碑式的进展。 乔杜里称,沙特阿拉伯是第一个受我们邀请作为中巴经济走廊计划第三方的国家,他们将会是我们在中巴经济走廊中的第三个经济战略伙伴,并且沙特阿拉伯将会为项目带来巨大的直接投资。 他说,沙特国王法勒满本阿布都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提出建立的高级顾问委员会议,竟在研究该项目的细节工作。 乔杜里还说,沙特阿拉伯计划在10月份的第一周,派出包括财政和能源部长在内的高级代表团绑了巴基斯坦,双方站在会面中为两国,建立大规模经济合作的基础。 这一活动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传统上的紧密外交关系。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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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